可以幫忙的 好了 現在這樣一個區議會 我就不知道選來做什麼 大家都知道 就算我們上個星期公投 都問過網友 大家都有個結論 就是你今時今日 一個這樣的區議會不選好過 選來 是不是 但是你見到 上個星期 就出了一個 即是他們開完那個 他們開完那個 星期五是開完那個 什麼中委 然後呢 他就決定推薦八個人出去選 選的區議會 那羅健熙其實都 你見到他都在 他樣子殘了 一來殘了 你見到他都不是 很被迫去選 就是很被迫去選 是你阿盧文端那裡恐嚇他 是吧 然後你有很多黨媒也恐嚇他 你還不選來做什麼 阿爾永判後華 你問你有沒有說過 徐英偉 徐英偉那樣子 他現在代表那些 即是酒店業那些 在那裏做那些主席 是吧 那樣子 那好了 那他現在 上個禮拜已經決定了 退八個人出去選的了 但這八個人 還沒選 即是你看到很好笑的 光傳媒有報道 其他好像主要就是 明報李先知 是報出來的 那他就說 那 選吧 選啊 那你首先 就要捐九龍了 你現在 你出盡賴力 叫民主黨選 叫完他選之後呢 你現在就在那裡挽勾他了 急不及待挽勾他了 你先知 今天就爆料 就有中間人 就向民主黨提出 你要選啊 你終於選了嗎 那首先 你要為2019年 反修例事件道歉 那你才可以爭取到 中央讓你立閘 那首先你要道歉 或者你要提出一個 中央接納的說法 就是你自己公開櫃玻璃 那你要爭取入閘 就要做這些事情 那消息人士就是說 這個我想就是 民主黨的消息人士 我很可能 我猜 我當那個是 因為潛在的消息人士 那個就是肥仔明 就是李華明 李華明那時候 不斷叫民主黨選 立法會那時候 都已經叫民主黨走出去選 我當這個是李華明 李華明就說 我們在玩什麼 中央人 那是不是叫我們接賣 不是啊 接賣容易 玩到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那一刻難 你有沒有讀過文革史 反右文革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說退休啊 退休啊 你想自殺這麼容易啊 不是啊 我首先要你選 選完之後 你進來我這間房間 你以為我請你吃飯 大宴親朋 不是啊 我要你進來櫃玻璃而已 其實是 這個就叫引軍入 我侮辱你 現在就是 那你民主黨 你仍然要有這樣的牌頭 你如果不選的話 那我想問你 究竟用什麼方法去賺錢 支持這個brand 首先你 所以其實他一直以來 我聽街上的說法 他就是一直在外面逼你 但是暗底你 他又未至於說 就是去 跟你妥協啊 給你說數 不是 不是以前那種玩法 不是以前那種遊戲 我聽回來的說法就是 中央覺得就是說 就是玩了廣告辦人事這樣說 你有資格跟我說數嗎 嗯 總之他來玩你的 你沒有資格跟我說數的 是不是 我首先 我要你 認同要選 OK 你現在開了記者招就對了 你說要選了 那現在呢 中央人先跟你說 你要道歉啊 因為其實 羅健熙自己也說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找到 那三會人事的提名 嗯 因為三會那些人 就是你特首李家超 就是他委任那些人 那些也是共狗來的 那些人 更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根本沒有三會的人聯絡 RFA呢 亦都有個報道 叫你打電話 網上面有電話 不是 叫你call call 但是RFA的記者 自己走去 檢查區議會的網站 他說首先 要找這一張名單呢 你要按來按去 都花了你十幾分鐘 那你找到之後呢 你發現原來是一堆名 只是一堆名 那堆名 你還要打去民政處那裡 問有沒有辦法去找他們的聯絡 這麼搞笑 就是你找不到的 啊 這樣的 那 所以現在這個消息 我當李華明 李華明就說 那就是要我們接受不了 那就是要我們接受不了 又是你叫人去選 那就是你 那就是 民主黨已經 付出了很沉重代價 已經為了2019年 這麼多人坐牢 坐牢 但是 現在主事 香港事務的中央官員 就是港澳辦 那就是港澳辦官員 就不接立這種說法 你說你坐得多 是因為我要他坐 你說你自己找數 找得夠 我覺得你還未夠 就是你要知道 就是共產黨 共產黨 其實就是一個皇帝 一個朝廷 他要 香港 長遠來說 他看的是什麼 他看的是我現在 我二次收回了香港之後 我國安法 立了法之後 我怎樣寫香港的歷史 你從一個歷史觀的角度出來之後 除了 我們要有政治審判 要你們有一個二個認罪 認罪 要你們認罪 最好你們認罪 所以 你看到有些不認罪 就是爭取到底的何桂蘭 那些值得去尊敬 我歷史上 要一班人認罪 然後就要悔過 我留一些人 讓他繼續選 我要你悔過 所以以後 你老懂那檔 你找些人寫什麼大歷史 寫史書 他寫那個叫香港志 香港志 你就會很簡單 有一筆 民主黨 為了參選這個區議會 羅健熙認罪 什麼 羅健熙 寫悔過 認錯 認錯 六四的時候就是這樣 他不理你的 細節他不理你的 總之你要做了一個認錯 悔過書的動作給我看 他要李卓仁寫悔過書 因為最後他寫歷史的時候 他就很簡單一筆 李卓仁悔過 有很多人悔過 哪些人悔過 發生過 發生過 發生過就是 你不要問我細節 細節 你說你的版本 你這一個虛無史觀 你就是假新聞 他會想 共產黨是這樣想的 他是想長遠的 他想著 以後我們怎樣寫史書 他就會拿著你一幫人 變成他歷史的戰利品 其實你們就是歷史的戰利品 所以他要有些人認罪 認錯悔過 就是這麼重要 所以馬鐸都說 哪有可能選到的 到時做文章 說市民不認同民主路線 你民主黨好心做一件好事 散檔 沒有的 那麼容易給你了 我覺得大家也不要恥笑 民主黨或者羅健熙 羅健熙本人就不想選 他就是被人誣到選 才說要選 甚至整個民主黨 應該都是不想選 你問他可以接完的話 就一早就接了 而且你現在說要選 你才知道 你才知道 就是當我找三會的人的時候 他就說 還未有人提名他們 甚至乎說 為免上政治犯錯 三會的人 為免上政治犯錯 除非有中聯辦授意 否則不會提名民主黨的人 還有 就是零一上個星期 也有做報道 引述三會的成員說 他早在民主黨宣佈參選之前 已經收到指示 不可以讓反對派入閘 那是怎樣 你一方面又要去選 但一方面又下命 叫三會的人不要提名他們 當然他沒有講明民主黨 但是 其實三會的關口 你下了提名之前 我就是要引軍入閘 去到一個很尷尬的境地 一個死地 現在你就是叫做 將民主黨 圍剿在一個圍城裡面 你沒有選擇 你一定要投降 你投降才讓你選 你沒有選擇 你跟別人說了 投降都未必讓你選 投完行之後 文匯大公 就是拿著你那份 投降 那份道歉聲明 然後就是 說你不是 不是甘心 不是誠實 不夠誠意 那樣 《大公報》今天就出了這樣的社評 更嚴重 他的社評就是叫做 民主黨從來未改完逆切 參選只是自欺欺人 他寫了這樣的社評 那個儲名文章 那個叫卓銘 那個專欄叫什麼 新聞背後 《大公報》就寫了 《大公報》裡面出 他說質問民主黨 是否真心擁護愛國者治港 還是逐命而假裝 這樣都可以 那麽定難取得足夠提名 如果你是偽裝的 很難拿到足夠提名 你先拿個心出來 讓我照一下 照一下CT 讓我否釋 和我交心 現在要和共產黨交心 他說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公佈決定之後 仍然表示反對區議會的改制和新選制 還說 你還在那麽多說話 沒有以前的土壤 換上水泥地 就繼續在水泥地上種化 仍然是那些很老土的拉票手法 間接說明了民主黨參選 只是為了續命 在新的區議會架構底下 對區議員的能力心態和政治道德都有更高的要求 絕對不是以前的那種操弄政治手段 就可以達成目標 楊奉陰為是絕對不能夠騙過把關的選委 亦都不可能騙過香港市民 亦即是說把關的選委 聽完羅健熙這句話之後 是絕對不會開閘的 即是你看到要哄你的選的時候 說的話就很好聽 不是說要你一定要愛黨的 包括葉劉所說 但你起碼要尊重黨 你尊重就可以了 原來現在不是那麽簡單 要你道歉 逐樣逐樣加上去 那當然啦 先騙你進來 你是不是找個美女進來 找個美女去銷你保險 不是 是喜劇之王的士巴拿佬 沒有怎樣哄張柏芝做雞 首先就 什麼都答應你 哄到你很開心 或者你當雙雙 找你進來 找雙雙來銷你 可以付個幣正 未來的希望 找雙雙來銷你JPAS 賣神都要加倉 這個是壞事 跟個個一樣說法 又說什麼 什麼 All to the moon 然後進入房間之後 看到雙雙就說 我先去廁所 然後進來一班大隻佬 好啊 人家變了人 這些不是只有虛擬貨費 這些 那些 什麼 以前那些 健身那些 你知道健身那些 那些有多少大隻佬 美女同來拉間 第一堂都還是 第二第三堂 就叫個大隻佬 就叫你給月費 給年費 是 即是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什麼 要不要PT 是吧 Personal Trainer 那些 那些 你要不要練到我這麼大隻 要不你就要練到這麼大隻 你又是給我這樣的大隻佬 打 是吧 就是這樣 是的 李馬田 記得我一講喜劇之王 就知道 最重要的對白 你不出來 你不來做 我怎樣你 這樣翻舊 他今天那邊 那邊 那邊評論 又是由2018年已經數起 民主黨成員 和反修例事件的關係 又說他勾結外國政客 抹黑修例 騎劫議會這些 當你說到抹黑外國政客 我甚至乎恐怕 他連阿興姐都算進去 有一些 譬如你說 你會不會將阿興姐 計算數 或是勾結外國勢力 他以前說 去英國那些 他都寄進去 你不要以為 只是 坐牢 那些民主黨兄弟 我還沒抓你那些 隨時可以加控 我今時今日 我怕外面罵嗎 你真小人 你真小人 是不怕人家多罵兩句 反正我爛爛臉 我就是要你知道 我是政治打壓 阿崔嗎 更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在共產黨的角度來說 就是你討厭我 又怎樣 你堆壞我 你堆壞我嗎 沒有可能的 真的 他很好笑 又說 勾結外國政客 抹黑修例 騎劫議 好會 然後又說 羅健熙被人偷拍 那些 他還好意思拿出來說 說他游手好閒 和女友親 當街咀咀 打卡一輪 旁若無人 妄固公德 街角食煙 你什麼時候做了風紀隊隊長 這些是差事嗎 就是 人家 你起碼沒有去叫雞 都是自己的女兒 甚至叫雞 都不關你的事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羅健熙這麼大壓力 都是吃口煙 夠好仔 被你文匯大功 不斷全板去攻擊 是不是 我覺得 已經是很好EQ 關少良就說 輕姐當然是勾結外國勢力 如果你這樣說 他勾結了湯家驊 勾結了曾玉成 你最好告他們兩個 是 因為 現在輕姐民主黨 那個不知什麼 檢查DP 之前 你看到 這個獨媒 就經常引述 輕姐和曾玉成 湯家驊 那些 訪問 其實 好話不好聽 問完之後 最緊要就是 在他們 這一班 行政會議成員 又或者 這些 過氣政客 手上 知不知 共產黨 有什麼order 看看民主黨 還可以怎樣生存 這樣 唉 真是 另外 現在時間都差不多了 其實今天都 差不多1900 不覺不覺 現在很難開第二節 是嗎